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Simon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视频 是关于Duntown的一个Limited Market的一些情况吧 带大家走一走这个小的社区 因为比较随意啊,今天没有太多准备 只是说给大家稍微看一看 而且今天是下来是为了这个218 Pinsky 刚刚卖掉这个Condo 做一些最后收尾的工作 顺便过来吃个Brunch Stack Market 位于Barthest和Front街 处于King West社区的核心地端 由于它是由集装箱叠加在一起而形成 所以被称为Stack Market 就是叠加在一起的意思 一共有大约10万平方英尺的面积 这里是多伦多Duntown西区的一个 现代文化艺术社区 类似北京的798和广州的红砖厂 现在随着安省的逐步解封 Stack Market也重新开放 喜欢Patio和酒吧的朋友可以经常来看看哦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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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怎么样 我们下期再见 era 它已经有 Diamante 前面的券电 今天就到这里了 带大家看的是位于Liberty Village的一个叫Stack Market的地方 这个地方它本来是今年是contract到今天就会结束了 但是和多伦多市政府他们又延长到了2023年 所以说在未来三年之间这个site还会在这里继续运营一些非常有风格的一些小店和一些路态 patio酒吧 所以说有机会的朋友可以过来看一看 Simon随后之后也会每次在来当场的时候 路上经过一些有特色的一些地方或者小店都会推荐给大家 好的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记得点赞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拜拜